今年暑假手遊就等這款 Final Fantasy 最終幻想覺醒 終於有代理商把它引進台灣囉 而且現在已經開放事前登錄活動 有興趣的玩家們趕快去做登錄吧 那我們就來看看今天的記者會現場 還公布了哪些消息呢 號稱Final Fantasy 系列 台港澳地區唯一動作手遊 Final Fantasy 最終幻想覺醒 即日起展開事前登錄囉 此款手遊基本精神 移植自PSP上的Final Fantasy 零世 Final Fantasy 零世 HD 原作的世界觀與基本設定 保證原汁原味的重現 這次因應事前登錄而舉辦的記者會 遊戲製作總監田田端與本作製作人 本喬大佐來台立臨見面會 親自回答媒體與玩家問題 問答中官方說明 雖然遊戲中有來自FF15的冰神 真女神西瓦 但Final Fantasy 最終幻想覺醒 人為Final Fantasy 本傳之外的作品 不表示本傳中的人物與角色 會正式出現在遊戲中 同時在玩家的提問下 也表示此作修正了PSP上 Final Fantasy 零世中 遠程職業過強的不平衡問題 最令人在意的 是另一款Final Fantasy 系列手遊 太空戰士15 新帝國 雖然出自同系列 卻有不同的中文譯名 到底官方承認的名稱是追蹤幻想 還是太空戰士呢? 這讓台灣玩家困擾許久的問題 總監田田端親自回顧到 太空戰士15 新帝國 可能是翻譯過程出了問題 才會使用太空戰士的名稱 官方態度仍是希望 在華語地區用最終幻想 作為統一翻譯 但在媒體持續追問下 又表示往後的每一款Final Fantasy 作品 不一定會套用最終幻想作為中文譯名 而是視該款遊戲的內容而定 雖然這樣的回答有些曖昧 不過官方態度仍是希望 以最終幻想來證明此系列作品 各位玩家們以後可別念錯囉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